6号 法国总统马克宏接近访问法国的中共党魁 同一天 法国参议员卡迪克举行记者会 谴责中共骇客组织APT31 对15个国家的116名议员发动网络攻击 尤其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 法国也有7名议员遭到攻击 同一天 法国巴黎人报报道 来自法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弗朗索瓦泽维尔·贝拉米 向媒体表示 他也遭到APT31网络攻击 而他也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员之一 新唐人亚特电视料杰明 张祺林综合报道 新唐人亚特电视料权